今天頭來甘寶寶寶 在甘寶寶寶有一款三連車 給作堵堵車 這是當地才有特色的交通工具 一般都是男生在騎 因為當地比較保守 沒辦法接受路線 來騎這種堵堵車 但是時代在進步 這種觀念也已經開始在改變 當地就有一項路線 造成車隊在接觀光客 他們的服務很好 很受惡惡 也讓人改變觀念 說男生女生零六八天 家庭插在桌上的四個月 最小把車變好穿上去 再加上安全無法降落 每天在觀光客 在三個月的大小巷來來蓋蓋 是男生最愛蓋的事情 因為沒有坐著真反見 和這段路線隔天隔離車 這就是機動三連車的家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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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因為電力後敗 只是因為路線的身份 跟某些社會保守 因為路線本來不應該要發揮 沒有應該出來賺錢 像一般人說 騎這種機動三連車的 都是雙方人 那雙方人要來做是更加困難 老王索菲清潰做這台的時候 很多做港島的男生都會照 他才會照照 不過他是怕事問題 他會照照 他會照照 在當地 每個月的大事 他會照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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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做機動三連車告訴的路線 每天都在三連車裡有一個車最適合 自在的相關都是路線 因清車的太多 還有扁得很清晰的車 大家是這麼黑了 不過這些騎機動三連車的路線也說 在幹部坐幾多萬的機動三連車的手機裡面 路線要是救贖 以後有政府的官員 希望他們可以親身坐路線加速的機動三連車 對拍攝社會心肺的評價也不夠有幫助 恭喜新聞千萬也聽了